還蠻多次的,包含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Server 部分 Server 部分的話,那記得要把那個安全性 的那個 資料庫的安全性的那個改成度指的 密碼的話1230,因為我們這個 預設的密碼是1230,記得要把它更改 那再來就是說,在那個根本木底下一定會有一個叫做MyStore的一個資料 一個Seql的檔 那基本上以後呢 如果在 買Seql,如果說今天呢,你要把資料給別人,或者是說呢 你要從別人那邊取的一個資料庫的建置 的一個方式的話,比較通常都會用Seql檔 那這個Seql檔,那第一個,你要自行建立一個所謂的那個資料 資料庫,這個前面講過了 從上方的新增,新增MyStore 新增一個MyStore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Seql檔 直接把它貼上去 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去把它做編輯 編輯之後的話,裡面這個 裡面的文字 再到建立的這個MyStore的這個資料庫 把它直接 切到Seql裡面 直接貼上去 那因為我已經有貼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有產生了 你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按一個執行 比如說這個地方裡面的程式嘛 你把它全選之後按 複製 再到這邊直接把它貼上 它就自動會幫你做Table 比如說在哪個地方做Table呢 在 我們這個MyStore裡面呢 它會幫我們建立幾個 三個Table 然後呢 在哪個呢 在MyStore裡面 底下有相關的 並且 Insert into 相關的資料進去 那當然我這邊已經執行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結果 它會自動產生這三個 這個資料表 那這個是必要的 如果說你的 網站上面沒有MySeql 沒有這個資料庫 也沒有底下的資料表的話 那後面的東西都不用做了 所以PHP呢 跟MySeql基本上是 缺一不可的 也就是說呢 其中一個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當然 就後面的部分動作都不用做了 那裡面的話呢 上禮拜我們主要是處理那個 資料的 這個 Protact 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話呢 當然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我們把它瀏覽一下 裡面的話呢 當然包含就是說 幾個欄位啦 如果 我想各位以後 如果你要對PHP熟悉的話 一定要對 PHPMyAdmin 這個一定要非常熟悉 因為如果你 對資料庫的處理不熟悉的話 後面呢 PHP的處理 就一定會出問題 好 好 那 這裡面的話上禮拜 我們主要是處理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這個 Protact 裡面有幾個欄位啦 包含就是Protact ID 那以後當然 我建議各位如果說呢 你要把那個 這個動態的 網 網頁技術 再繼續 繼續進一步的話 一定要對資料庫 也要熟悉 資料庫 主要用的是 買seql啦 不過除了買seql之外 其他的資料庫觀念都相通的 他們也都共用 就是seql的語法 所以你會seql語法的話 你用其他的資料庫也沒問題 比如說你 將來如果說 用那個 比如說seql server 或者ss 其實他seql server 所以部分也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oracle 其他資料庫 觀念都一樣 那裡面的話一定是資料庫 資料表 然後呢 欄位的觀念 所以三乘四 那以這個Protact 這個 資料表裡面 所包含的欄位的話 包含就是說呢 有一個id 就Protact ID 跟Protact 還有他的price 另外就是他的圖檔 還有他的相關敘述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主要是利用這些欄位 來顯示出來 那實際上呢 這個是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那存的話呢 按照編號來存 比如說裡面的話 總共我印象中 大概有30幾筆記錄吧 那 這邊呢 我們 如果我說我今天要一個一個 把它顯示在 我們的動態網頁裡面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撰寫php 那php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用trainable來做啦 上禮拜部分是一個index 這個網搜頁 進來之後呢 我會希望怎麼樣 可以啊 如果當裡面不是空的 就要顯示 每一頁有8個圖 8個圖裡面呢 另外可以點選之後的話 可以跳出 裡面的詳細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完的 的樣子 大概類似 這樣 就是說呢 原來只有一個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 這裡面的這個圖 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基本上 就是從那個後端的 MySQL裡面呢 去撈相關的資料 那實際上 在index 裡面其實只要 總共那個 table裡面 資料表裡面有6個欄位 但是呢 在第一個頁面裡面呢 我們只顯示 3個欄位 包含就是什麼 他的 這個什麼呢 他的名稱 就是product name 還有呢 底下是什麼 product price 另外呢 還有他的圖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撈這三個資料的話 實際上 就是到什麼呢 到那個 後面的地方 有沒有撈 這個 product name product name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編號 我們按照編號的地方 是遞減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遞減 我是用遞減的 所以最後一個是這個 SB9 910 然後他的價格是1248塊 另外他一個圖檔 那我們就可以 利用一個那個 Dreamweaver裡面的connection 這個還記得吧 所以如果說你要連買seql的話 上個禮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建一個connection 那這個connection裡面的話就會連結到三個table 三個資料表 那我只要用其中一個的話 就必須再切到哪裡呢 切到細節 所以他是一層一層的觀念 細節裡面呢 就是再去抓下一層 這個product 所以呢 這個頁面裡面 如果要撈myseql的話 基本上就是細節裡面的什麼 這個 有沒有 新增一個 這個資料集 那資料集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我要的連線高差 另外的話呢 這邊有三個資料表 那我就選product 因為我們有三個嘛 選其中一個 那欄位的部分的話呢 我 假設我只要選其中三個 那你可以選三個啦 不過理論上 因為這個速度差不會等很多啦 因為欄位數 不多的時候 那乾脆就全選好了 另外呢 排序的部分 我要遞檢 所以會從後面的ID 幫我 一直排到 比較前面的 所以將來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在這邊會從15 一直到1 那每一頁的話呢 有八個的話 那就是15 一直排排排排 可能排到第7吧 然後其他的話 換下一頁 那也就是透過 前端的PHP頁面 跟後端資料的溝通 那以往 如果說你要 在PHP裡面撰寫程式的話 必須在程式裡面 去規範說我的連線的資料庫 是哪一個 另外細節是哪一個 不過因為 Dreamweaver 他這個地方功能還蠻聰明的 而且蠻方便的 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自動幫我就做出來了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抓 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就可以 把我要放的資料 放到我指定的位置裡面 包含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前端畫面 這邊有一個他的name 所以呢 將來你可以用 拖拉的方式 上禮拜我講過就是 可以用拖拉的 那如果你拖拉的方式不OK 像之前有同學是 拖拉好像拉不過來 你可以用什麼 游標放這裡之後 再按一下什麼 選取它之後 再按下下方的插入 這個方法 方法OK 反正呢 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希望把 查到 查到MySQL裡面的那個資料 放在我應該放的位置上面 那底下當然會有一個price 就它的價格 一樣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但是可能比較麻煩的一點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一樣的方法 我用什麼 用它的image image把它拖拉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 將來顯示出來的 就不會是一張圖 而是什麼呢 在資料庫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麻煩的 就是說 這個product images 就是它的圖檔 圖檔的部分 在資料庫裡面呢 通常不會放 實體的 這個圖 或者是將來 影片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將來有那個 影片 那你要把它 簽錄到那個 像現在以後可能 也會遇到了 比如說你把那個 影片是放在YouTube上面的話 那你要簽錄 將來當然也不可能 是在 你的資料庫裡面 放那個影片 而是你會把那個影片 放在你的 Video server 就是你的 影音伺服器 或者是YouTube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名稱 那將來的話呢 你在利用什麼 利用 這個連結的方式 連到你實體的位置 那做法上 這個 我想最 容易出錯應該是這個地方 這也是上禮拜有講到的 就是說 這個 裡面 要放的話 記得喔 不是用拖拉的 剛剛這個地方是用拖拉的 如果你要在這邊顯示這張圖的話 記得喔 是從原始檔裡面 做一點手腳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原始檔 那原始檔裡面的話呢 我的原始檔 意思是說 這個裡面要顯示的那張圖 我是一個動態的 那這個動態的 這個 裡面的那個字串 來源其實就是什麼 從資料庫裡面而來的 那但是呢 我的實體的 這個這個圖檔是放在這個資料夾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我必須把它連結到 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某一張圖 也就是說呢 這裡面的話放了 將來我需要秀的所有的圖 那 在那個 我的 這個裡面是 這張喔 比如說 SB 910 JPG的話 那你勢必要把這一張 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OK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圖 放過來的話 你不可能一張一張拖拉啦 那實際上如果說你要動態讓它完成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直接在 原始檔這邊有個黃色的按鈕 然後呢 記得本來是檔案系統 把它改成資料來源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除了可以用在圖上面喔 以後影片啊 以後只要是 外部的media檔案的話 通通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就可以去抓到什麼 抓到它的圖檔 那因為我還缺什麼 跟實體之間的話呢 相差就是前面 它在放一個什麼 它的實體路徑的資料夾名稱 所以將來這一招的話 你也可以用在很多 跟圖檔有關係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圖檔的 原始的資料夾在這裡 所以放一個資料夾名稱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將來點選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我去抓這一張圖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 我們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會 達到我們看到的這個效果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一張 如果說你要多張的話 像我們這邊 我希望一個頁面的有八張圖的話 那我前面 有講過 就是說 再重複 就是 這個 這個DIV 所以特別注意 優标放裡面 你找到其中一個DIV 應該是 這個 再往前推 一層 這個 這個DIV的話呢 在利用什麼 次不去行為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重複區域 你就加一個什麼 重複區域 然後呢 重複區域裡面呢 他會問你說 你要顯示幾筆記錄 那你再把一個一個 把它什麼 鋪 鋪成 比如八個 按確定 這個下方呢 就會出現八個 那最後的話呢 底下再放一個什麼 所謂的導覽列 這個地方的導覽 就會出現 我們要的結果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看 就是說 因為還缺什麼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他加入購物車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是經營一個 網拍生意的 一個 一個業主好了 那我今天 希望讓使用者 看到了之後 之後呢 他可以把他 買 就是說如果他購買的話 直接點選 假設這一個好了 按加入購物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我們就會跳到哪一個頁面呢 這個頁面 這個地方的話 網址在這裡 就會跳到購物車的這個 動態網頁裡面 並且把使用者 他所選取的 這一個 商品名稱 單價 預設的數量是一個 把它放過來 當然 我們可以透過這邊的更改 比如說我今天不是一個 我要兩個的話 那可以按兩個 可以讓他更新一下 不過 一般像什麼 PC Home 或者Yahoo 這個數量大部分都是下拉 下拉式的選單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改進一下 下拉 最多可能10個而已 那 這個地方的話可以透過 這個購物車裡面相關功能 放進來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加進來 另外的話可以更新 那還有什麼呢 可以繼續購物 又跳回來 然後可以繼續加入 加入又一個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刪除某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呢 這個選錯了 還有刪除功能 那並且呢 可以清空 OK 那清空的話 最後裡面是空的 那當然 最後還可以什麼 結帳 比如說 確定這個是我要買的 那我就按個結帳 結帳的話呢 可以把相關的資料 填寫完畢之後 確認購買之後 這一筆記錄呢 才會確定寫入到 你的資料庫裡面 那資料庫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個叫做 Order Order裡面的話呢 才會有一筆訂單 另外Order Detail裡面的話 也會有個新的訂單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先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範例先把它 開起來 然後試試看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在本書範例吧 本書範例裡面的 這一個 這個叫 Shopcat Shopcat 這個這個 這個範例裡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